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2日在北京开幕 本次大会一项重要议程是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借力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香港职业大律师马恩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获悉此消息时自己十分激动 十分激动因为香港的这个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 已经是经过2014年的这个战争 经过2019年的这个反修例运动 我们都很清晰的看到外国势力 见着境外势力两个配合 令到香港这些反动势力反动派 在香港引起绝大的这个风波 还有很多的这个违法的行为 马恩国说经历过去数月的社会风波 香港市民已强烈感受到境外势力 对香港市民生命财产的严重破坏 香港正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安全问题 在此情形下 中央做出这个重大决定 是香港市民非常期待的 香港的颜色革命的这个活动 在香港已经很长绝了 所以没有国家安全法律去维持 香港的繁荣稳定 根本香港是不可以再往下走下去了 所以中央现在这个下决心 下了很大的决心 为了香港人民的福祉 为了香港社会的稳定 香港经济的发展 香港市民的健康安全 延伸安全 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 是我们香港市民十分期待的 马恩国表示 现时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授权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为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而最关键的时刻尚未到来 最重要的阶段是授权过了以后 到了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层面 去把这些法律条文起草起来 这些法律条文要在香港实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下纳心做了一些法律条文 然后每个人 我们下纳心做了一些法律条文 我们下纳心做了一些法律条文